多汗要补气 少汗要补血 中医常用的气血基础方 赶快收藏 生活中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两类人 第一种是稍微一动就满头大汗 还有一种是怎么活动他都不出汗 即使出汗也就是微微的薄汗 那这是为什么呢 因素中有这样一句话 胃气虚则汗多 银虚则无汗 如果你属于上面这两类人 就要对号入座了 看看自己是应该如何对应 胃气属羊 胃于脉外 像一个护胃一样守备着我们的体表 有胃外固表的功能 如果胃气虚了就会导致胃表失固 皮肤皱里少了这个胃室的保护 就会门库大开 我们体内的经验随之就会外泄 但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气随经托 出汗太多我们人体 用来抵抗外泄的正气 就会随着汗也一起流出去 对于本来就体虚的人更是血上加霜 这类人除了容易出汗外 还常常伴有乏力不想动的现象 典型的就是能坐着就不站着 能躺着就不坐着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 意气过表止汗为主 可以参考胃瓶中颗粒加减调理 那为什么出汗少要补血呢 因为筋血同源 同属于我们体内的阴液 血虚了体内的精液就会随之不足 也就是说 精液缺乏的源头就是血虚 血虚就会导致我们活动都不出汗 这类人除了出汗少之外 还伴有脸色苍白 整个人看上去没有什么精神 很疲惫 平时也容易健忘脱发的 如果你有这个情况 就是提醒你要意气补血了 可以参考八增仓加减调理 不过要提醒大家 中医用药需要辨证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如果身体有不舒服的地方 建议及时就医 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